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怖力量 竟然能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 洒满了数以万计的黑色方块 就在二岁以为这一定是 哪个高端玩家闹出的恶作巨石 一旁的博士却陷入了沉重的思考中 因为这些方块不仅大小相同 就连构成的每一个分子都毫无差别 没有差异更没有缺陷 显然这些方块根本不会是 来自于地球上的产物 那它们到底是从何而来 出现在地球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惑 作为宇宙大盲人的博士 也破天荒地住了下来 开始认真地研究起面前的方块来 可尽管他不吃不喝 整整观察了四天四夜 却始终摸不到一点头绪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军方的研究方式 却更加激进 他们先后将方块丢进了 零上二百度 零下二百度的环境中进行测试 接着又投入了八千米深的水压中 然后再让三千吨的坦克 反复碾压了上万次 结果方块都不出意料地毫发无损 就这样安静地度过了一周之后 吃瓜群众们开始渐渐认为 这些方块或许并没有什么危害 于是他们捡起方块带回家中 有些人将它们当成了装饰品 而有些人则把它们作为了工具 慢慢的方块就这样完美地 融入到了人类的工作生活中 人们对方块不再胆到好奇 仿佛它们原本就是地球上的一部分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很快就要发生了 就在方块出现后的第三百六十一天 无所事事的二翠正打算去洗个热水走 谁知就在这时 地旁的方块突然亮起了一道蓝光 一脸震惊的它连忙伸手去抓 却不料下一秒 只见一排钢针瞬间刺穿了它的手掌 紧接着钢针缩回 方块内赫然亮起了一道 正在跳动的新电图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大壮也发现了方块的异样 只见一扇小门在方块的另一面突然打开 它急忙凑过去俯身观察 没想到下一秒小门关闭 紧接着又在另一边快速打开 它又赶紧跑到对面 可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而博士这边的遭遇就更加离奇了 没想到它身后的方块竟直接飞到了半空 接着就当着博士的面突然变出了一杆40米长的巨跑 朝着博士发起了疯狂疏疏 随后方块趁着博士躲避的间隙 肆无忌惮地从电视中吸取人类的信息 显然这些潜伏已久的方块终于展开了他们的可怕阴谋 很快博士就收到了军方的紧急求助 部长凯特向博士展示了他们监视的50多个方块 令人意外的是 每一个方块激活的技能都各不相同 有的会喷火撒尿 有的会影响周围人的情绪 而有的甚至还会播放世界名曲 从最新的监控显示 世界各地的重要机构都已被方块成功突破 这也意味着 这些黑色的方块现在正在入侵地球 然而就在众人绝望的固知所措施 所有的方块竟同时都停止了活动 博士意识到 这说明方块们已经完成了对地球的全面评估 而接下来发生的将是对整个人类的致命打击 果然话音刚落 方块的内部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数字 谁知下一秒 方块上的数字就变成了六 显然这是一个倒计时预警 顿感不妙的博士立马让部长想尽一切办法通知民众 尽快抛弃方块 在数字变成零之前扔得越远越好 随后博士则独自一人走进隔离舱 静静地等待方块上的数字慢慢归零 毕竟作为时间领主的他 待大的风浪他也早已习以为常 眼看着方块内的数字由二变成一 再从一变成零 所有人的心瞬间都紧张到了嗓子眼 然而下一秒方块的顶部在打开的一扇小门后 就没有了任何动静 博士好奇地向内部看去 结果里面却空无一物 就在博士还在百思不得其解释 更奇怪的一幕就突然发生了 只见大街上的吃瓜群众突然都如同中枪了一样 纷纷捂着胸口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起料下一秒博士也如同被子弹击穿一样地打了下去 伴随着他一颗心脏的停止跳步 博士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些方块的攻击方式就是通过电流来破坏人类的心脏 所以那些看过方块的人才会都捂住胸口领和合反 好在博士天生拥有两颗心脏 这才不至于当场报复 既然此时敌人已经通过方块展开了袭击 那现在只要通过方块定位到信号源头 就可以将对方一网打尽 很快军方就通过扫描发现了七个信号发射源 而其中一个就位于大壮工作的医院中 于是众人立马赶到医院 然而博士还没来得及下一步行动 他的另一颗心脏也突然停止了跳动 危机关头 二岁果断抄起一旁的心脏起搏器就给博士做起了心脏复苏 没想到这一招果然有效 满血复活的博士立即带着二岁找到了方块信号的源头 只见当他们穿过墙面 下一秒近来到了一艘远离地球的太空飞船内 看来所有的信号源头都是通过虫洞连接到了这里 紧接着两人就发现了被外星人抓走的大壮 他们赶紧将它就行 却不料下一秒 一个满脸皱纹的外星人便朝几人发起了攻击 博士让二岁他们先走 而自己则留下来和对方周旋 没想到让博士感到吃惊的事 眼前的外星人正是传说中的宇宙害虫治理师 沙克里人 面对博士的询问 沙克里人也直言不讳 他表示他们要攻击的并非地球 而是在地球上统治数万年的人类 根据方块收集的数据 他们发现人类这一种族根本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类的暴力贪婪就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 所以人类瘟疫必须予以脚除 这时博士还想劝说对方停止攻击 他表示所有生命体都会犯错 而人类正在一点点的吸取教训 并慢慢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沙克里人根本毫无动摇 随后他笑着说道 说完便消失不见 这下该怎么办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博士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点子 他先用音速起子控制了飞船和方块之间的连接 随后在二岁心脏起泊器的启发下 调转了黑色方块的运行模式 改变了电流的冲击力度 只见一阵能量涌动过后 沙克里人的飞船瞬间爆炸 而刚刚倒地的人类则在电流的刺激下 纷纷再次起死回生 就这样 博士再一次拯救了人类的危机 但就像博士所说 人类必须学会证实自己的错误 否则总有一天 沙克里人的死亡审判 终将还会再次降临 水宽 水宽 水 output